视频中被美瑞色TKO的男人 称是UFC最卖座的格斗选手 UFC史上第一个同时拥有两条金腰带的男人 只要有他的比赛就绝对不怕卖不出票 也曾经只用13秒的时间 就把十连不败UFC冠军打下八角龙 精准的暴击连圈能把对手打到单场不行一事 如果说他是UFC拳击技术最优秀的选手也不为过 让他狂妄自大口不择言 反感跨界约战全世界不败拳王美瑞色还骂他是娘炮 这也是巨度格斗 今天要讲的是这场格斗史上最顶级的跨界世纪大战 UFC冠军嘴炮堪浪麦格雷格被世界拳王美瑞色TKO的比赛 时间回到2016年的UFC205 嘴炮在这场冠军赛中已接近100%的拳击命中率 以及出神入化的拳法把对方完全压制 并且两回合类三次击倒对手成功终结比赛 成为UFC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余量级和轻量级两条金腰带的拳手 他张环自大并拥有着前无古人的荣誉 拥有这么高荣誉的他此时才仅仅28岁 但在4年前嘴炮还只是一个重困的鸟 打达着失业就寄进过生活的男人 在UFC已经达到巅峰之后 嘴炮在这时想到挑战拳击界 而挑战的还是拳击界传奇大佬用了49胜0败的弗洛伊德玫瑞色 按照嘴炮的话来说不过就是在雷台上跳几下就有善意的收入合了而不韦 而对于嘴炮也是有一定的敌气的 在进入综合格斗界之前嘴炮就已经是爱尔兰业余拳冠军 而且17场胜利中有16场都是KO对手获胜 而他在UFC中也是更擅长使用拳击来终结对手 而且拳击比赛不用担心防对方的腿积和暴摔说不定还更轻松 而在赛前两样的火药味已经晕亮到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爆炸的程度 嘴炮更是在赛前一次见面会大骂美瑞色只是一个只会跑着打的凉炮 根本不用恐惧 UFC拳击最强的选手到底能不能打赢一个拳击界大佬 终于在2017年8月26号这场比赛在拉茨维加斯打响 29岁UFC双腰带冠军康纳麦格雷格对战40岁传奇世界拳王弗洛伊德梅维瑞色 有趣的是裁判在开打前还专门吩咐嘴炮不要急你不要爆炸 这里不是八角了 比赛开场嘴炮就摆就非常经典的综合格斗报价 表现出非常强的进攻欲望连续几轮主要拳打到梅维瑞色身上 相反梅维瑞色非常淡定开场后全是格打了闪躲 直到过了一分钟才打出第一拳 可以看出梅维瑞色不想要这场比赛结束的太快 而嘴炮也能看出他精准度不出来打出一尽完美的上勾拳击中梅维瑞色下额 看他嘴炮的拳击水平也不算太长 前四回合梅维瑞色都没有做出太多进攻主要以防守为主 而嘴炮再次撕毁了显阳表现出USC的玩者风范 各种追击毕竟打到兴奋之处还忍不住使出综合格斗的锤打抓备和断头台等招数 但显阳嘴炮拳击力量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 完全上满 第六回合的连续几次重击直接把嘴炮打得有点缓神 到第七八回合梅维瑞色火力再次加强 连续几次重击对方头部 嘴炮在后面时间也开始体能下降连出拳都圆绵无力 只能被迫不断的用犯规的抓备动作阻挡梅维瑞色进攻 到第九回合甚至可以说是嘴炮被全程暴打的时间 一边后退一边被打 梅维瑞色已经完全爆发了 连结束的怀疑走路都不稳的嘴炮能否撑过这一回合 神奇的是他坚持住了 坚持到第十回合才被KO 第十回合二分十四秒 梅维瑞色一机又把拳击中雷神变嘴炮头部 然后再一机又把拳把嘴炮打飞到对面角落 飞奔过来的梅维瑞色继续连续几轮重拳 把嘴炮再打到另一个角落 然后裁判马上跑过来宣布结束比赛 四十岁梅维瑞色完成职业生涯最后一场胜利 完整的五十胜灵腹 而此时嘴炮已经恢复过来 与梅维瑞色相拥而笑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赢了 嘴炮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而梅维瑞色也为他职业生涯战绩 画上最完美的句号 这也是剧路格斗 格斗可以像电影一样优雅 我们下期见